我觉得如果RBIS卖好了对未来的帮助特别大 卖的好是什么概念 卖的好就是比如说一个月整个两万台 那就这样卖的好 我觉得就这样 也没想到理想到后来的终端的放假会这么的猛 但是还有部分车也是以转车的名义放假 那是一样的道理 哎呀大帝呀你真的是 今天我们又一次邀请到了羽毛哥大帝还有文汉 羽毛哥跟大帝都是从用户出发 发展成了这个强用户属性 强社区属性的社交媒体意见领袖 上一次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 是情人节那一天 可能是因为节日的原因 气氛非常的友好 大家也刚刚认识彼此很给面子 大半年过去了 时过境迁 哎这火药味是越来越浓 今儿我这一做注意现象啊 你看这俩人做特别开 这为什么 你们现在这个 因为这个沙发的问题只有两个靠电 如果中间加一个靠电就好了 好了大帝你就别装了 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大家都知道我们为啥要做这么开 嗯为啥 就过了一年时间 我可以做过来的 哎你要这么的话 我让我也过来的 真的是 谁怕谁啊 过了一年时间 情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我走太远了 我还回来 对对对 是的 我们这一年之间的这个待遇啊 处境啊 其实还是蛮对等的 是 他被这个某知名CEO这个点名表扬了 认证了 对 我被某知名CEO拉黑了 也是一种认证 特别的对等 我其实被拉黑之后 一开始我的心情还有点复杂 后来我就释怀了 这个江湖再见 互相放过 也是一种美德 但是好像你也没放过对吧 最近20条微博有15条 没有大帝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就不要互相深夜吹捧了 你也没闲呢 你可以查一下这个比例 大帝今儿是有倍而来啊 开节目之前还先研究了一下 羽毛哥的微博 刚才我听羽毛哥和那个大帝 两个人在聊 我觉得特别像 如果我们的王毅外长 和布林肯都在一起聊的话 肯定也是这么说 各说各话是吧 你们的媒体 能不能少骂一点中国 你们那个关税 能不能这样 对 别老盯着我们 对不对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就觉得做大内宣 夸自己是一方面 但是去骂一个外部的敌人 也很重要 我也是边做边学 我在微博这个跟谁学的 这个老师特别的外 微博有个最大的老师 我反正绝对要消化 吃透吸收并扩散 我们先回顾一下 我们上次见面啊 当时在结尾我们做一预测 现在其实就过去了半年多 我们是2月14号情人节见的面 我们现在就预计12月的销量跟11月完全保持一致 反正这结果一看那还是我略胜一筹呗 你们都只有一个勾 依然还是你厉害 但是我看到作为这个目前现场对财报研究最深的人预测的颜值预测对了一个 我看我也没差多少 这个预测是一部分 但是你要看总共的偏差值对吧 我如果把三个加起来估计跟三个加起来差不多 这也是一个角度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上一次情人节聊的时候羽毛哥和大帝互相给另外一家企业很给面子 那确实有几个没想到确实没想到未来会后来结网权益 还真听了劝 然后呢也没想到理想到后来的终端的放假会这么的猛 如果我能预测到这么猛的话 我还可以把这个我也不会预测30万 我肯定能再多预测个几万 这个终端放假是因为 但是还有部分车也是以展车的名义放假 这是一样的道理 哎呀大帝呀 你真的是老老法师了 这样吧我们还是进入这个今天这个新话题 这个这个未来明年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大担忧 整个24年未来品牌不会有800伏的这个技术 但是似乎现在所有的行车都在重点宣传这玩意儿 会对未来造成很大的困扰吗 这种困扰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回避 我觉得未来在过去的这6到8个月当中换电这件事情 还是占据了很大的公众心智的 我觉得接下来还可以好好的去把它讲透讲清楚 关于换电你有什么地方感觉这6到8个月跟之前有质变呢 全国所有的换电站都挂上了中文的logo 未来换电站 这也不是洗车房了是吧 对再也不会有人说这是洗车房了 然后不光是讲了中文 上面还会讲一些奇迹怪怪的东西 换电只要三分钟 比加油还要快等等的 这些奇迹怪怪的话数也给它怼上去了 至少终于脚踩在地板上了 不在云端跑了 一个Neo Power毁所有了 800伏就那么有效那么大的意义吗 对于用户 对于你用车体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在体验上的区别 但800伏这个数字跟公众其实是很好讲的 800比400大一倍 怎么样在800伏满天飞的时候把换电的事情继续讲好 这是未来我觉得包括整个宣发层面接下来要做好的事吧 你肯定不会符合他 没有我符合他 我觉得Neo Power确实是在2023未来做的最成功的事情 是最坚持的事 至于800伏这个事情 800伏对能耗和充电数确实有提升 他能感受得到 虽然不是无时无刻感受到 但在他去某个先进的充电站 他是能感受得到的 并不是那么虚无缥缈的东西 但我们还是得讲一句 就是800伏对于能耗单的优化 一般都在这个小小的几个百分点之间 但是800伏的 如果你在所有的前置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 你去那个5C充电 去你们那个5C充电 他肯定是OK的 肯定是会比一般的要快一点 就整车 说你用了800伏加碳号硅加一些 就是新一代东西之后 你能耗是可以看到可见的下降的 像他的小木机能耗控制的相当好 我就不对比未来的产品了 对啊 没事 你就说机能耗比那个未来的产品低 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 对吧 刚刚羽毛哥说宣传上要让大家觉得 霸尔夫跟幻电没有那么大的冲突 消费者是很难理解的 就像我现在买个旗舰手机 我肯定追求最新的处理器吧 就是比如说我要 什么小龙三八进三 对八进三 那我买个旗舰的 我肯定不会买上一代的 八进二八进一对吧 对 这个是个 这个是消费者心智 我记得我们2月14号讨论的时候 也讨论过以前油车三缸机和四缸机 很多三缸机的动平衡 其实做的比四缸机还要好 但是别人就是要这个数字非常的重要 八百幅我们知道从理论上面分析 它有各种各样的优势 对不对 它电流小 你可以用更细管径的电线 整车重量可以下降 电耗都不变好 但是大家其实最直观的理解 还就是八百 这个数字比四百要大 除了像三缸四缸也特别像早期 大家记得笔记本电脑吗 最早是单核处理器 后来出现一技术叫双核处理器 哎呀这消费者管它是什么双核 就是很弱的双核 它都觉得比很强的单核好 尽管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 今天的八百伏也一定存在这种问题 我跟你说 现在市场就有一款还挺热门的车 是八百伏 它的能耗比有些四百伏的车还高 变压八百伏它是 对 就这样的事情也会有 你敢说挺埋吗 我不拉帅 我觉得就现在当前在八百伏 没有全面泛化的时候 我觉得就把未来的换电体系 讲好就行了 对 即便马上满地都是八百伏了 它确确实实在整体速度上 没有办法超越换电 依旧是无解的存在 接下来换电站 必须跟未来的AD智能驾驶结合好 可以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的 这个我已经 我已经给了他们很多建议 我们讨论了很多 这个就不展开讲了 第二个点 阿尔卑斯这事明年也要在年末上马了 现在官方的说法讲的还是说销售渠道要分开 服务资源可能做共享 技术平台肯定是共享 大家真正的担忧就是现在未来的财力并不像理想 从财报上看上去那么丰厚 钱和人够不够 首先我自己觉得阿尔卑斯这个事肯定是销售渠道是要分开的 这个已经是没法避免了 以冰哥的个人对于未来品牌的这种守护的心理 他可能不会让阿尔卑斯停在他的展厅里 而且那展厅线也很紧张 现在不是说他想不想的问题 他也停不了阿尔卑斯 未来又八款车 另一年渠道的事我觉得如果他们接下来愿意去开放经销商 这倒也是个机会 其实开放经销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你刚才说的 未来缺乏资源 缺乏人力财力的这么一个问题 但你站在这个阿尔卑斯的潜在受众角度 你觉得一个想买阿尔卑斯的人 明年喜不希望他逛街逛到太古会 在那里的一个非常精致 非常高大上的店里的一楼 看到一台车叫阿尔卑斯 然后他觉得价格也挺合适 很高兴的就下单了 你要是说消费者想 那消费者永远都想 现在就是一个消费降级但体验升级的一个年代 这个话不是我原创的 这个话其实是李厂长说的 我觉得阿尔卑斯他开放经销商 这也是个铁板的 D&N已经找了很多去聊了 对吧 这个以未来目前的资金实力 如果想铺一张全国的新的销售网络 说白了不大现实 你说的是自营的情况下 自营的话是不大现实的 这个大家也给人看了 除非就是你强行把它塞到现在未来体系里面 那不要钱 但实际就有一个问题 阿尔卑斯出来之后 未来的主品牌的销量会上升还是下降 这是个好问题 看他怎么定价了 那肯定比更便宜嘛 对 看他便宜多少 便宜的不够多 你阿尔卑斯起不来嘛 对 你便宜的多 那你主品牌怎么卖 所以我相信宾哥决定在今年尼欧队发布9系列的旗舰新车 也有进一步的这个提振品牌形象的这么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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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需求在里面 我的感觉 其实发布发酒这个事在内部他们内部当时是有争议的 嗯 这个事也是最后才被一锤定音给干下来的 阿尔卑斯明显是品牌向下准备跟大家去去肉搏的嘛 我意思是就是弄搏之后对主品它有是有好处还是有其他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核心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就就没法预测 我觉得如果阿尔卑斯卖好了对未来的帮助特别大 嗯 很简单 今天大家为什么在云路上有很多对未来的担忧 嗯 核心就一个对经营的担忧 对 这个阿尔卑斯啊 我说如果啊 如果他进来后卖的好 最大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 卖的好是什么概念 卖的好就是比如说一个月整个两万台 那就叫卖的好 我觉得就叫 你任何一个新品牌 第一年你上来你能搞两万就很不错了 小米明年能不能搞到两万都是巨大的疑问呢 这因为你就是要解决经营性问题 短期内应该以经营优先的角度来考虑 不要以品牌优先 为什么不能在原来的牛耗子中塞进去阿尔卑斯 我可以对外继续搞一些经销商啊 我可以有些经销商的阿尔卑斯的专营店 双轨制 但是为什么我不能选一部分的牛耗子直接放着卖呢 依然说的也有道理 你Mini Cooper进入中国的时候最开始Mini是在哪里卖 Smart进入中国的时候最开始在哪里卖 他们都没有完全独立 阿尔卑米尔在哪里卖 你说的特别对 对不对 阿尔卑米尔是不是在马沙阿迪特店里卖 依然我跟着你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 但是企业经营层面呢 我是觉得这些事他不是一个一个非黑即白 他他一定要坚持分开搞也有他的道理 你未来积累这么多年品牌势能 你积累这么好销售渠道难道就是为了卖现在的每个月一万多台车吗 你的这个销售设施对于释放销量是有产能赋予的 那现在那边有新车那边有800伏 那边有高限比产品为什么不塞进去 就是我这么说吧 今天很多人谈阿尔卑斯 潜意识是在谈未来-阿尔卑斯 你看吉安路做那个调研 消费者认为阿尔卑斯生而是一个中高端品牌 就是因为他是未来脱胎出来的 跟沃尔沃和凯迪在一个档次 对我认为今天的调研受众就是因为 他在想到阿尔卑斯会极大的联想到未来 那我问你啊 如果到阿尔卑斯所有的门店都是独立的 员工也不穿你有fellow的那些衣服 今天我是一个老王 然后那个店里我怎么联想到未来 然后未来这个品牌的事能在那又白瞎了 就过度不过去嘛 对不对 你中国人当年怎么接受mini cooper和smart呢 难道是因为mini cooper和smart一进来就好使吗 凡是mini我们去看前面必有宝马 这个是除了中国以外 除了中国就没这回事 除了中国他就是mini品牌 依然你今天说的这套东西 假如从我一个挺关心未来发展的用户角度出发 也研究理想 也研究未来的人来讲的话 我原则上同意他说的 我觉得你打个电话给宾哥吧 让他就这么干吧 哈哈哈 他回头宾哥一想 你阿尔卑斯是一个他展望当中的起量的事 你一下子对我的这个 NIO的这个门店形成冲击什么的怎么办 对吧 这个案例中我们借鉴他的那个品牌价值过渡的那一部分 我们不要借鉴他产品低 你要这么想 如果当年一开始先卖的嘛对吧 品牌过渡我觉得这个事他会干 品牌过渡这个会干的这个 再放手嘛 我看你还没发言 你怎么看尔卑斯 你当时声称应该砍掉他 现在砍一砍砍来不及了 对但我还是相同的观点 当然现在因为孩子已经升到一半了 其实来得及 零朋友一半也能改性格 孩子咱们要性格一下 对是 就是他为什么不能叫ET3ES3或者ET4ES4呢 就是这个理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至少你的整个的研发 你的设计就是你的所有的in-house的东西 应该用同一套团队 因为这个你能继承以前很多NIO的lesson-learn 而不是现在是完全两个独立团队去拆分 据说又整合了是吗 现在应该是在整合中吧 我也不是特别确定 现在他的拆分是为了打造两个独立品牌 所以组织他希望独立 但是你的建议和感觉是其实就觉得 对啊 就是一件事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 你其实可以体系化效率上面提升非常多 然后如果做的再寂静一步 就应该是阿尔卑斯和NIO是供电 这一点我其实是保持中立 前面羽毛哥说的也有道理 就是你现在未来展厅 未来有这么多车 以后阿尔卑斯的车子也会非常非常多 因为我知道他们已经在规划很多台车子 一个小展厅里面只能放四台车子 你该怎么放 然后那个当然依然说的我也觉得有道理 就是如果阿尔卑斯他现在不依附于未来的品牌势能 你重新要去做一个新品牌的话 我觉得你要让公众能够再重新的认识到一个新品牌 这个是太难了 阿尔卑斯全国现在有一万人知道有阿尔卑斯这个东西吗 刚才文海又说了一个事 一不小心说阿尔卑斯又规划了好多款车 从长远来看 怎么办呢先和爸妈集在一起 对等到过几年后条件好了你再搬出去 文海那次就是遇到一个对的人先结了婚再说 至于房子在哪 然后就没有房子 谁的房子 先生一波马上就能衍生出去了 因为我的判断我觉得未来还是会单独 发一个品牌单独来卖 虽然我同意你们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未来的风格 对对对说实在话 因为这个东西牵涉了品牌的东西 还是牵一发而动起的 我印象致敬长期主义 有些时候你走出了第一步 你后面就各种妥协了 其实我们前面说到长期主义 我觉得如果说现在那个宾哥 他的口袋足够的深 当然是应该把两个品牌全部都分开来 然后全部应该指引 但是我想说的是 当你口袋不够深的时候 恰恰不应该去找经销商 如果从长期主义去看 因为一旦引入经销商 经销商的服务品质 你是很难去把控的 这一点依然肯定很清楚 而且我就这么问你 今天你是老王 走金价阿尔卑斯的经销商店 然后你跟销售公文聊两句 你问销售公文为什么买卖这个车 销售公文会怎么说 这车技术比未来还好 一定 便宜10万 对 一定 再我问你个问题 那你走到未来的店里去 未来销售会这么说吗 这个道理就跟你现在走进特斯拉店里 其实销售就会观察你 今天是一个高预算用户 我就引导到model S 你是一个普通预算用户 我就model 3 我永远说的是两个不同定位 我不会说哪个不好 明白吗 那肯定是一个品牌 其实一个渠道多品牌的 其实行业全球范围是非常多的实践的 我就举一个大家都知道 捷豹路虎 捷豹路虎非常多的店 不就是一个店双品牌吗 这么多年也没有问题 而且当年mini在宝马的渠道里生存了这么久 我们也没觉得有问题 就我认为就要么就在未来体系里面 要么就彻底分开 中间地带 混合动力不要 交叉火力不要 不是不是混合动力 就是说长期主义和短期主义合并 不要太合并了 该长期就长期 我觉得依然刚才说的那个是特别的 特别的这个短期主义 我觉得反而是长期主义 你能够让第一批的阿尔卑斯的用户 知道阿尔卑斯的体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他应该是和未来是一脉相成的 我们就聊到未来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卖巴赫 我其实想抛一个跟未来相关 但也跟行业相关的问题 就是在24年 其实中国的汽车爱好者会发现 第一批规模化的 中国的新车要挑战100万左右的售价 你看今年我们刚刚迎来了仰望U8 U9 马上是未来卖巴赫 明年还有个华为的卖巴赫 大家怎么看这个100万左右的这个概念 这个是我们这个行业发展到这的必然之路 因为各个企业家都特别喜欢打造百万级的产品 心中都有百万级之梦 第二个回到未来本身 有那么一拨用户 买到ES8可能不是说ES8贵 而是ES8是目前最贵的 他们家最贵的 可能还可以 那1P9那不算 你得有一个正经的 稍微接地气一点的百万级的车 所以市场需求也已经涌现到这了 我相信那个车它会有一定基础销量的 无非就是令人觉得尴尬的是什么呢 它现在这个基础型的 其他的这些八款车 在销量上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 如果在销量上达到大家的预期的话 我觉得麦巴味的这种出现 就更加的顺理成章顺其自然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的车企 新能源车企 以电气化的这种变革为契机 做这个百万级的车 这是必然的 而且不论某一个项目会不会失败 不会影响后续的车继续干百万级的 一定会继续干下去的 直到成功为止 我同意说得挺好 对不断的中国产品在升级点 肯定是一步步填补这个空缺 一步步向上发起进攻 对吧 其实我们做任何产品 它都是要考虑一点 就是老百姓需要什么 我们能给到什么 对 那现在我觉得车企做百万车子 是因为车企觉得 我能够做出百万水准的车子 接下去的一个问题就是回答是 老百姓需不需要 百万的国产的车子 这个问题我跟 意味深长 这个问题最近有一个投行的一个人 和我说过他们做了一次调研 如果你现在有一百万的闲钱 你会是去买保时捷 还是去买华为的车子 好 我们现在来猜一下 选华为的比例是多少 10%以内 我觉得20% 那我觉得肯定超过50% 保时捷一百万的车 是什么样的驾驶体验 很差点投行的调研结果是50% 对啊 让我感觉非常的震惊 不用震惊 太简单的道理 这个调研是这样的 一个犯人群 回答是打嘴炮 我刚说的那个不到10% 是真要买 真要行动 如果这个回答不是一个简单按钮 而是一个大定 定金5万 你发现的数据又不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说 就是有可能现在就是有 这样子有钱的老百姓需要去消费一个中字头品牌的 特高端的东西 对 是 所以说各个车企都觉得可以在这边发力发力 这样子的民族情绪以及那个工业能力在日本当年已经发生过 雷克萨斯造LFA 本田造NSX 对不对 然后日产造GTR 对 就是因为当时日本的民众有了这样子的需求 有了这样子的民族主义的情绪 他们的当时的OEM也有了这样子的能力 所以就 对 顺其自然的发生 对 这是属于中国的时代 华锡车的时代 鼓掌鼓掌 是上高度了 那为什么李厂长不搞个百万级车呀 这中国车时代 很简单吗 我百万级车卖你五十几万不更好吗 我反对吧 对李厂长有一个 对吧 但我针对你这回答我换个问法 你怎么不做个价值三百万的车 但就只卖一百万 这个我觉得这个市场容量太小嘛 对一个正常企业是不划算的嘛 你这次想矛盾了 你刚才说了 在那个调研中一百个人当中 有五十个以上会选择华为 只有不到五十个人会选择保时捷 我当时 保时捷在中国已经能卖多少钱 你先停一下 他说的是有一百万闲钱的人 我觉得在中国有一百万闲钱的人不多 我觉得中国能买保时捷的人都是有闲钱的人 谁没有闲钱还买保时捷 走金融的还不少 那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差距很大 我能做到百万级 但是我可以五十家的价格能够给你 我是不是形成一个品牌和销量的正循环 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对 这就是一个美好愿景 这也是李厂长反复说的 消费降级体验升级 这个事嘛 观众朋友们观点啊 注意要看核定本 感谢总监 我有个观点我想说一下 其实对于蔚来而言 卖一个八九十万的车 或者近百万的车 这个事我相信 如果只看价格了 一定会有人买的 它的挑战在于 如何起量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如何起量是不是 它的挑战 很简单 你小的朋友 你也在谈量 不 这个很简单到底吗 卖八卫的量不重要 我觉得对于他们真正的产品团的挑战是 七是做成这个样子的 这个时候就去做九 他们到底有没有准备好 我觉得就是对于蔚来来说 他如果发这个旗舰的话 他能不能起到他发旗舰的意义 我们看宝马7系 奔驰S级 奥迪A8 他们每一代发的旗舰以后 整体的交互和设计语言 会下放到他的 那个后续的 更低segment的产品 都是这么干的 对 那蔚来在这台车子上面 他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那可不可以做到 我相信 不一定 他的下一套的设计语言 到底有没有真正 已经打磨好了 我现在特别害怕 他们发生的事情 就是这台车子 整体的交互 或者整体的硬件配置 很快就会被他第二年 发布的一款产品打磷 就是我们今天谈这个超高端市场 跟当年BBA不一样的是 BBA所在的油车市场 是一个成熟市场 对 它的技术迭代慢 对 今天我们在一个高技术迭代的情况下 做一个非常旗舰的车 就是会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它生涯还没走到一半 后面的低端车 已经开始用核心技术 更好的车了 更好的芯片 就是Model 3的核心技术反超Model S 当然如果你之间有一定的时间跨度是没问题 但是最好不要你下一款产品 就直接把上一款给打磷了 文汉刚才成功的把这个话题 拔高到了这个2026年的事了 ND4.0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再比ND3.0又怎么样 那我们就得想吧 反正我还是蛮好奇的 它还能在高算力和高性能上面 再卷出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卷不出了啥来了 10167根本都用不太完 对啊所以说它需要什么去支持它 1T9比1T7好很多呢 难道只是尺寸大一圈 后排多顶功能吗 嗯当然不止 它还有些传统的方面的这种定义 来拉高它的价值 这个老祖多东西它不是说没有意义 它一定是有意义的 对 只是说电动车的算力和马力很难卷 或者说就算你卷了 比如说00F2 你卷就到顶了1秒9 你也不会认为用了00F2 你就是麦巴赫 对对对 就是这是今天这个行业遇到的新问题 但是我觉得像舒适度啊 一些车子基础类的东西 底盘类的东西 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去卷的 而且是卷无止境的 其实文汉应该是了解底盘的 一个底盘 你想解决一些反重力的这些事情 你照着这个逻辑去搞 你其实我觉得这上还有很漫长的路 对 然后我补充最后一个观点啊 我们也得想一想 其实真在市场啊 花100多万买车的人 就180万 他们买的到底是不是产品力 就是没什么带劳力士 是因为劳力士比机家好吗 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 你感觉小到保安 大到一个公司的 对对董事会老板 都认识劳力士 实际上这是今天大家 中国品牌来做这个 百万级产品最大的障碍 这就要求我们整个社会 是不是在思想和这个消费意识上 能够有比较大的改变 我们家有两个五六十岁的老大伯 都是开奔驰S级跟宝马七系的 有一次在在泛舟上突然跟我说 看我的小名人说你这也有车的 我妈要买那个华威 M10 说我要换车了 我奔驰不要了 都是中贵的奔驰SG W222的车主 就是他们用的那个手机都是全华班 就是恨不得就加价买各种X5的 就是那种选手 就是那个车可能要五六十万 五六十万买就根本就不是预算的问题 我看他那个气势 如果是华为有一个90万100万的车 马上都得买 华为有这方面教育用户的 先导型的这个要义在这 那他先导型的教完了之后 那大家假如真的想去看国产百万级 大家都有各种百万级的产品 都可以多看看 现在那仰望U8卖的好吗 一个月卖小几百台 如果能一个月稳定的卖小几百台 我靠这就很厉害了 能稳定就很厉害 人一个五百台是非常厉害的